MCO的路上真的是完全没有什么人 而且现在也是十点半了 路上真的是很少的车,很多店也关了 那些店在十点就关了 所以自然的,人家也没家了 没有外面的人过来吃东西 所以车烧也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的Covid case有3千 不是3千,我讲什么 有6400多宗 昨天6800总是少了一些 但是还是很夸张的情况 是全马第三高 政府说要收紧SOP 还是Full Lockdown MCO 还不知道 看一下政府的确定 人民也是做不了什么 只有跟随跟从 明天看一下 我仿佛有什么话说 这样就了解 会有什么新的SOP 来跟随 没有车用的业力 不错嘛 不需要塞车 加车也顺顺的 不会这样累 平时有塞车 很闲 停停下 加加加又停停下 这样一路顺顺过去 几好 今天是星期五 明天就拜星期六了 星期六 比较轻松的一天 比较轻松的一天 过完了就是星期天 久违的热放假热 不过现在没有得出去吃 星期天也没东西做 难道又是在家里 碎碎 七七 碎碎 再七七 虽说无聊 但是 没办法 现在的 情况 病毒的满烟很恐怖 好啦 视频就到这样